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每一年的年底 都有一场决定明年旗舰手机猛不猛的发布会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现在它来了 这一次高通发了好些个新的芯片 有手机的 有电脑的 有耳机的 基友们主要看两个就行 第一个是前菜高通骁龙八锦三 先看参数 高通骁龙八锦三 还是八核处理器 而且高通说了 接下来的高通骁龙移动平台 都会是八核处理器 显然 是不会搞适合那种花里胡哨的 不过呢 这八颗核心 高通也搞了点和前代不一样的 核心架构升级为 一颗3.3GHzX4超大核 三颗3.15GHzA720大核 两颗2.96GHzA720大核 两颗2.27GHzV510能小核 有点诚意在 但不多 和隔壁天机9300的4颗X4 加4颗1.720的全大核比 还是不大够看的 工艺上 由于台积电3纳米被土豪包圆了的原因 这次还是台积电4纳米 CPU的参数上 除了相比前期的爆料超了点频外 没有太大的惊喜 但是 台高要说但是了 别看参数上没多大惊喜 实际的性能提升上 还是有点看头的 高通说 新一代的CPU在性能上有30%的提升 能效提升也达到20% 反馈到实际的跑分上 小米这几天跑了好几轮 Jico Bench成绩基本能够稳定在单核2200分 多核7500分的样子 作为参考 9月刚发布的iPhone上的A17 Pro 则是单核3000分 多核7700分的样子 如果高通明年如愿更新那个大杀器 果子又接着开版 那骁龙8近4很有可能就要赶上A18了 这个大杀器留着后面说 除了CPU 这次骁龙8近3的GPU也有提升 这次采用的是903MHz的Denor 750GPU 数据上看 能效提升25% 性能提升25% 支持虚幻引擎 支持最高240Hz屏幕刷新率 具体性能怎么样 跑原神猛不忙 还是要看真机测试 对吧 高通当然也想到这个了 所以他们还真的找了台量产上市的真机 来跑了原神测试 在发布会上 小米公布了一组成绩 小米14万原神59.39帧 温度43.2摄氏度 功耗降低了10.6% 这帧率 这温度 功耗还更低 征服原神了 除了CPUGPU的常规更新 今年高通还花了不少时间来吹按 原因很简单 提升有点大 新一代MPU的性能提升 达到98% 将近翻了一番 能效提升48% 同时 支持生成时AI 有上百亿的模型参数 这么一讲估计 机友们都没啥概念 接下来不是要发布几个新的手机系统吗 包括小米的Hyperose Vivo的Reginus 都会强调AI的性能 举个例子 11月就要发布的Reginus 在预热里面就提到了 自主研发的AI大模型 借助处理器升级的AI能力 后面估计每家手机厂商的AI助力 都会更好用一些 Tiger稍微摸了几家的AI大模型 还是有点意思低 除了AI大模型 这次升级的AI能力 也会在拍照上做出贡献 这个嘛 大概应该可能 在小米14的发布会上 也能看到一些相关的描述 我猜的哈 真的是猜的 其他外围配置方 骁龙八进三支持最高24G比内存 支持LPD-DL5S 4.8JHIRUS GYG 机带升级到X755J MODER 支持WiFi7 从整体的参数上看 骁龙八进三还是偏常规升级一些 当然 比隔壁挤牙膏的A17 Pro 还是有诚意一丢丢的 除了关注升级了什么 机友们应该也对哪些手机首批 发布感兴趣的 在本次的发布会上 基本上 目前主流的厂商都官宣了产品 比如小米 红米 OPPO iQ 一加 真我 荣耀 魅族 努比亚这些 还有一些不那么主流的厂商 也公布将会首批搭载骁龙八进三处理器 比如华硕 蔚来 索尼等 至于水首发 今年完全不用争 毕竟 如卫兵都带着将要发布的小米 14到发布会上展示权 小米14之后呢 还有一加12 iQ12 realme GT5 Pro 红米K70 也都在路上 对了 这一次 张老板也把一加12带到了发布会上 一人带一台旗舰机到现场 这火药味有点浓的 接下来的11月 有点精彩了 聊完骁龙八进三这个钱财 我们再来看看本次真正的大家伙 说他大家伙 一点都不夸张 这玩意 用的是12颗3.8GHz高通全新自研OLED CPU 可以双和睿频到4.3GHz 整整12个3.8GHz的CPU 这一看就不是给手机用的 这颗新的处理器 定位类似于苹果M系列芯片 主要是给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用的 所以 在性能上对标的也是M系列 以及英特尔的电脑CPU 而高通这一次 终于没有让大火失望 搞出了和以前的84X 完全不同的东西 它一上来 就给苹果M2处理器来了一巴掌 这颗Bench6.2中 CPU单核跑分3227分 然后 功耗还比M2Mag还低30% 再给一小巴掌 接着 多核性能比M2强50% 再一巴掌 按照这个数值算 高通这颗新的处理器 CPU性能应该和苹果M2Pro差不多 不过 高通用的是4nm 以及全高频12大核的设计 而M2Pro是5nm的12核CPU 8大四小 看成绩 性能调度还是保守了一些 捶完了苹果 高通还顺手捶了一下隔壁的英特尔 骁龙X1的性能是英特尔A71355用 和A71360P两倍 峰值性能功耗低68% 性能比英特尔的A713800H高60% 峰值性能功耗低65 单线程性能超过了英特尔A913980HX 峰值性能功耗低70% 说实话这一幕多少是有点眼熟的 就和苹果M系列处理器发布 吊打英特尔那时一样的 只是这一次 被锤的人换成了苹果 涂龙少年成了被涂的龙 GPU方面 对比的是A713800H以及MD的Pheizen97940HX 这一部分高通也是随便一顿乱吹 性能高二倍功耗低74% 其他部分包括WiFi AI这些特性 基本上就是高通在手机处理器上最擅长的那一套 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手机处理器 这样的一颗处理器放在轻薄办公笔记本上肯定是够的 但是TiGo还是更期待 接下来平板电脑安卓游戏机能不能用上了 毕竟WindowsRM这玩意儿 有点服不上墙的样子 除了性能和处理器本身 这次的销龙X Elite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消息 从跑分来看 基于自研NUV架构的OLED CPU 做得还挺不错的 第一代就能锤一锤格比M2 也能打一打英特尔 所以呢 高通也不藏着掖着 明年10月 也就是2024年的高通技术峰会 高通会带来全新的 采用自主研发NUV架构构的OLED CPU的手机处理器 这时候你再往前看看 OLED CPU捶苹果和捶英特尔的样子 再看看销龙8晋3 8晋4已经遥遥领先于 苹果A系列处理器的GPU表现 明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就该是销龙8晋4调打苹果A18的PPT了吧 有点期待果子被调打后 会不会一管牙膏直接踩爆了 也搞出个怪物来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